新京报7月2号发表一篇调查报告,题目叫 灌车运输乱向调查,卸完煤制油直接装用实用大豆油,在这篇 调查报告当中 新京报的记者调查发现 中国有很多的油灌车 在卸完煤制油之后直接就去装实用油 而且一些公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让这件事情成为行业内的日常操作 那么这些司机这么操作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省掉几百块钱的清洗费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副教授朱毅告诉 新京报的记者 煤制油主要是探清化合物 那么其中含有很多 对人体有害的毒素 甚至可能导致中毒,所以我们这里要向新京报的记者致敬 因为很久没有看到这样有良心的调查报道 习近平上台之后 先抓的记者就是调查记者,新京报的报道直接 指名道姓,多个相关方都报出来 所以在这种舆论环境下能做到这一点是需要勇气的 中国的食品安全一直触动的中国人的敏感的神经,什么毒奶粉啊,什么假疫苗 这个食品啊,药品安全丑闻不断的发生 一些人把食品转向外国品牌,我们在报道中看到的 点名的企业包括中储粮 汇服粮油 宁冬能源化工基地 中储粮是央企 汇服是私企,也是行业的大腕 宁冬是国企 网络大为荣建指出 网上爆出中储粮用柴油油罐车运输实用油的消息 我一开始绝对不信,事实上哪有这么混蛋的公司,没想到是真的 中储粮出来发声明 说要引以为戒,自发三杯 那么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董事长和总经理 至少要引咎辞职吧 南方都市报发表评论说装完化工油又装实用油 这与投赌有什么区别,央视网转发了南都的这个评论,把标题改为这样的炒台班子就是要消费者的命 文章说 谁也想不到街边加油站的油罐车里面 可能装过我们炒菜的食用油,罐车化工油,食用油混装 那么一些油罐车继承接唐浆 大豆油也运送煤制油等化工类液体 让人意外的是 中储粮这样的央企 他下属的天津分公司 居然是涉事主角之一,中储粮集团公开回应 说要在全系统 深入开展专项大排查,同时消费者仍有不少的困惑和错愕 因为这件事情的性质 完全不同一般性的滴沟油 通常来说 我们只要不贪图便宜 选大品牌 选知名的厂家 就能避开劣质的食用油 但是 大品牌也会在运输环节出现 化工油 食用油混装的漏洞 这显然超出了 大多数人的认知 这不仅仅是做饭烧菜的问题 还有面包薯条 烘焙蛋糕,几乎囊括所有的零食 等领域,文章说 但对于食用液体出入库 的管理方 尤其是中字头这样的接收方 坚称不厌惯是因为没有办法分辨,相信这不是因为无能 而是因为无德 无责任心导致助纣为乐 舞台上的草台班子 无非演出效果差一点,出不了大事 这样的草台班子会要消费者的命,我的评价是 油罐车的混装 这些种非常恶劣的伤天害理的行为 他直接伤害消费者的健康 参与这件事情的企业 司机 都是丧尽天良 这种事情在任何国家都不能放过的 当一个国家的法律和他的道德都失去了社会规范功能 社会就会出现普遍性的示范行为 就是失控 这叫什么,这叫社会溃败 这个理论是谁发明的,是清华大学的教授 孙立平建立的这个理论,这个理论背后的逻辑是极权社会 不能纠错,而现代暴力手段 又令的这个政权相当坚硬 人民一时无法撼动这种政权 这个时候就出现 社会普遍不公 社会普遍不义 不公不义 这个社会就乌烟瘴气 你看到老人家倒地没人敢服就这种情况,这种社会氛围让公众相当的绝望 因为你明明很多错误的事情得不到纠正 然后这个政权又动不了他,因为他暴力很强大 所以社会公众相当绝望,在这种绝望的氛围当中 对内就是躺平 对外就是社会溃败 所以社会溃败 其实他反映的是 中共的国家治理的失败 当社会溃败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中共的管制就失去了基础 中共管制失去基础,他政权就会垮台 所以在这个事件当中 一个是央企,一个是国企 当然还有民企,参与其中 参与其中的还有大量的油罐车司机 参与这件事情,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严重后果 他们知道 这种油吃的会有问题 但是所有的人都昧着良心 让这件事情持续下去 这就是阿伦特说的什么 平庸之恶 这是一种平庸之恶 是一种昧着良心的不作为,让这件事情持续下去 其实近年以来社会溃败 层出不穷 中共治理其实在慢慢的失效 这两天刷屏刷的最厉害的是什么 辽宁沈阳的社会治安失控 凶杀案件层出不穷 网上有网友把沈阳过去一段时间的凶杀案整理出来,我念一下 那也不完全,但是已经足够多了 3月19号铁锡区 15中附近,两个男子飙车三四两伤 4月23号铁锡区 团结新村楼上砍死一人 24号 还是铁锡区,齐前街的兰陵王洗育中心 发生冲突 然后就无差别袭击 造成九死十三伤,那么进入了7月份 沈阳的凶杀案,一个星期发生了九起 相当可怕 一个城市,一个星期发生九起,沈阳公安局天天把警车排在路边上 闪着警灯 吓死了,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城市发生这种密度的凶杀案,这个城市肯定名阳天下 沈阳有没有名阳天下?没有,为什么 官方媒体不报道 我经常这么讲 如果人民日报按照纽约时报的报道标准 人民日报从第1个字到最后字 都是凶杀案 这就是中国治安的真相,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建6月11号 说中国是世界上 公认的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你把沈阳的凶杀案失控 结合一个月之内发生两起 针对外国人的刺杀事件 一次是吉林北山公园 四名外教 美国的外教 被当地居民刺伤 另外是苏州 有人迟到袭击校车上的日本学童 当地居民胡有平见义有为,胡永平最后牺牲了 你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你就知道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骗人的 这个谎言彻底破产 彻底破产 字幕提供